疫情当中很多国家风景区关闭了旅游景点 而花莲也有许多私人景点 配合国家防疫政策自主修缘一个半月 不过业者也很担心 在6月28号之后如果还没有解禁的话 政府主管观光业的单位呢 是不是可以有更积极的辅导作为 在花莲颇具知名度的山渡空间 主打自然环境生态体验 但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从5月15号修缘到现在 让业者从往日的热门景点到现在 也不敢轻易开团 经济压力更是相当吃重 这段时间除了营业上损失之外 然后员工的劳健保劳退啊 也都是一个负担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的自主封管 是你们自己的想法吗 还是说觉得这个疫情 对大家来讲是影响蛮大 因为这个疫情其实真的需要 靠大家一起努力那个配合啦 就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做到他自己的本分 不然没办法把这个病毒隔绝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越早 去做处置作为是越好的 花莲许多景点多数是以户外为主 而业主们都愿意配合国家防疫的政策 主动进行修缘 他们担心一旦过了6月28号三级防疫日之后 疫情没有区减 主管观光业务单位 是否能够给予辅导或是协助业者纾困 才能够减少一般小型业者的经济缺口 就是持续下去的话 我真的希望政府啊 就是在相关税务啊 还是说劳健保劳退的那个机制 就是能够尽量的再放弹性一点 对然后看有些什么 可以辅导我们业者的一些处置作为 不然其实我们这些店家 或者是其实有一些体验活动啊 沙滩车啊独木舟 其实现在都是大旺季啊 就是大家就是做这半年的时间 那就是看政府能够有想出什么新的配套 这样子 接着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